我们来讲一下这款绕织扣的制作方法 我们首先是将我们材料包里边的这块布织布拿出来 我们先在这个上面把我们的组取部分给绣出来 我们在绣的过程中是先按照图解将断面绣的位置先绣完 然后我们再将这种嘴巴还有尾巴 这种地方我们是随后再绣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已经绣好的这一片 我们是在这个断面绣上面绣完之后 再去把这个嘴巴给绣上去 比如说像这个的它的这个小爪爪部分 它这个也是在这个断面绣绣完之后 我们再往上面绣这个杰力绣 包括这个尾巴它是一个回针绣 如果大家在绣的过程中 觉得这个尾巴和嘴巴的位置掌握不好这个角度的话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这个拖印纸 然后我们先将这个这个主体部分 用我们给的这个水消笔 先给它拖在这个拖印纸上面 然后这样拖好之后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就是将它将这个主体部分的断面绣绣完之后 然后我们再将这个这个拖印纸 盖在这个织物上面 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尾巴的部分 还有嘴巴的部分 然后给它画上去 画上去之后 我们这个尾巴的位置就会有这个痕迹 然后大家再把它缝上去就可以了 现在我来讲一下这个缝盒 我们先绣完之后 我们用剪刀 将它沿着这个外边缘剪下 海银关键